G7外长会议在日本长夜亲警则丁召开 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双边会谈后 发表对台海的看法 而针对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近日表示他在访问大陆期间警告大陆不要军事介入台湾 因为德国和G7不会坐视台湾问题军事升级 对此大陆外交部批评这是德国一些政客发表的不负责任言论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也不要指望中国会因外部施压 而在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有任何退让 面对近期美日韩举行联合军演大陆也大举进行内部演习 指挥员利用各项参数研判敌人舰艇的位置进行反击 这是中国大陆海军在东海进行多型武器实弹射击训练 检验舰艇的作战能力不止海军进行演习 大陆的陆军炮兵也在某地展开了实弹射击演练 除此之外18号上午解放军还在黄海的部分海域进行重大军事活动 细节未透露 TVBS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